嗨嗨,欢迎来到幸运极限生存 好久没有玩过幸运极限生存 不知道叶峰的技术生疏了没有 昨天只更新了一集视频 我被骂惨了 我在私信里 我没挂 哦天哪,我活下来了 请大家不要催更 你看,我这平时都是一日三更的博主 是吧 这只是因为最近身体不适 在这个月在养病 养病 所以呢,也就借机多休息了一会儿而已 对,对,对,是这个样子 我不是在狡辩 我是在实话实说 然后请大家的私信呢 多一些关心 多一份温暖 这样世界才会更美好 对不对 我觉得是这个道理 然后看一下我们现在能做出的武器 攻击力29 比那把蓝色的不知道高出多少 嗯 再来个稿子 至于斧子嘛 我不想用那个木斧 算了 就用木斧吧 还能用啥斧 就木头的就可以了 没家创世神吧 没家,可以,能用 这里有一个复数方块 我不知道开完我会不会挂掉啊 诶,没挂 而且掉了撒瓜俩走 前期这可是大宝贝 那我得把它挖出来 挖一下 然后离它远点 它要闪电 诶,它一会儿还要劈呢 咱不要离远 就在这里等它 诶,就在这里等着它 它会爆东西 爆不爆 三,二,一 爆 诶,这也没爆 怎么了这是 胖虎你干嘛呢 啥呀这是 你看见啥了 要疯狂的注意啊 吓我一跳 先不管它爆没爆了 反正是没怎么爆 咱们这边马上就发现了食物 这也就是解决了食物问题 诶,这句话我好像说过很多次 解决了食物问题 哇,有感觉了 这一天没录视频 这一录视频感觉嘎嘎好 最近天气转热了 我这主机再加上它的咆哮 这垃圾的3090 让我家温度上升了不少 我现在穿短袖短裤 我都热的 简直就是坐在暖气片旁边 给大家录视频呢 这种感觉就是 冬天一下子 就到了那个三福田 知道不? 汗流浃背 脑门子哇哇流汗 现在我们的巧克力已经收集了54个 这干嘛呢? 疯了吧 别玩了啊,别闹了 咱们这边来砍点白话云山木 说错了,应该是云山木 哎哟,麋鹿 麋鹿的肉一个能长大概有五个宝石度 这个肉是非常好的 而且云山林里边是专门生产麋鹿的 干嘛呀? 让我好好录视频啦 不要吓唬我,这大半夜的一一一想一想 都吓死一会儿 他们一动 我就感觉啊,是不是屋里进小头了啊 还是有什么 奇怪的生物闯进了我的家啊 这都是有可能的 这个要注意安全 一定要注意安全 咱们的木头不用砍太多 我听见岩浆的声音 哎对了,我忘了说了 规则就是看见必须开啊 这都是老规矩了 也不用我多说了 就是看见的方块必须开 不能当做没看见 还咋了? 猜猜你疯了吗? 我说潘虎跑什么呢? 你在欺负他? 我们家猜猜真的是啊 就是仗着他岁数大 哎就是,以老卖老 在那里装傻充愣 在你面前跟个傻猫一样 好家伙 只要你啊 人,眼睛离开他 他就欺负这些小的 就往死里欺负 真下嘴咬 那毛都给你耗掉了 那个皮肤下面都已经咬出牙尾 牙眼来了 就是皮太厚咬不动 他不敢下死嘴 当然他打是真死打的 一会把他滚起来 我让他自己呆着 真讨厌这个猫 坏得很,我跟你们讲 就是背地里使坏的那种 明面上跟着装傻,装老实 哎呀,背地里狠的一匹 越想越气,这句录完我就打下去 哎哟 有牙切齿哦 六块米露肉咱们先放着啊 先放着 我得再给自己来点木板 木板 看一下 啊,41个不太够啊 那再来点 这位够了吧 还多一个人木棍 没事多,多不要紧 先造个家 这以后就是咱家了 叶峰的小屋子 什么小五千姿 小屋子 用金色来代替 老坐标删掉 然后我们现在出去 继续开写 啊哈哈哈 哈哈哈哈